4. 房子没输入 房子输入的不是数字 再来的话就是确定这些都OK了 再来就是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 那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 今天刚好讲过 因为我要判断不是的情况 是的话就不要了 不是的情况 所以这里的话用and或偶尔 其实好像也都可以 不过好像用偶尔会比较适合 那写法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怎么写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参考 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不是判断那个is 而是判断什么 他是要我要是不是的状况 不是是他小于0 他输入一个小于0 或者是他大于100 有没有这个地方 这个变成说他大于100了 那这两种情况不会有交集 但是这两个都是错误的 中间的才是正确 那特别之后以后你要的是 我们要阻止他的是那个错误的 正确的你就让他过了 就不要理他了 OK 所以呢请输入什么 其实这边的话虚说说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之类的 反正就是 请输入在0到100之间 反正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一样把他的资料清空 一样把游标放上去 这样就OK了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有2 就会有3 4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3跟4也加上去 就大功告成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test 我们来最后做一个final 就是启动一下 当然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样AA 然后输入一个数字 当然你这边如果 这一定不会错了 这个我刚刚也测试过了 然后 我这边测120 好 新增 会不会卡住 有没有 请输入姓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明明已经有了 所以是不是 这个地方 请输入姓名的部分 他是不是有 我刚刚是不是有写错了 请输入姓名 等于空的 VB criteria 如果等于空 如果等于空的 那他就会请输入姓名 是 这里 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一段拿掉就OK了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其他的话 check一下 123 反正就三段 逻辑部分OK之后的话 再来就试试看 不过你会发现这姿态小了 你其实可以再改一下 然后这边我 改一个这个看看新增 有没有 0到100之间 不过因为我没有放一个VB criteria 所以他每个图示 他会清掉他游标放这里 一定要是正确的按新增 这样就完成了 当然其他格式可能自己再加一下 这样就会非常的完整 所以这边的话就输入之后 OK Enter 另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我想其他可能就是说 有的同学是输入跳上去 顺序不对 对不对 请你注意一下 如果那个顺序不对 你可能要找一下这个testbox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index 叫什么tap index 这个 你会发现他是4 下面一定是5 下面一定是6 有没有 是数字 下面是7 4 5 6 7 有没有 如果你的顺序不对的话 请你把他的tap index 按照顺序排他就会是正确 按照顺序排他就会是正确 OK 因为可能有的同学是删掉一个再补一个 那当然他的顺序就会错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把这个tap index改成 跟顺序一样的 4 5 6 7 你不要跳着他就不会有那跳的问题 OK 那这里部分的话请各位回去再试试看 那因为下个礼拜我们修一次停一次课 那回去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那个就是回去再把前面三次 包含今天的部分再把它run过 那该动手做的一定要动手做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 刚刚好像有一个同学加入论坛是不是 他后面没有写名字 如果你刚刚有加入论坛的话 你再跟我讲一下 我再帮你喝 OK